大家好,今天做第二節想跟大家講講關於台灣今天發生的一件事 飛過在南台灣上空的一個運載衛星火箭的問題 這件事引起很多軒然大波 由一些翻譯的問題,英中文在自動發出的系統裡面 出現過的不精準的問題 一路去到究竟引發了國民黨什麼反應的問題 至於黑熊學院有什麼回應 這些態度在在都顯示到現在台灣怎麼去應對這件事方面 究竟是對與不對,或者說好與不好 究竟是不是有什麼別有用心目的呢 是不是說這件事是潛藏在國防部裡面有鬼的問題 還是民進黨想借這件事來希望引發大家的亡國感危機感呢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細細分析 我們首先會看一看關於事實的情況是怎樣 大約我今天就是因為我今天都出去外面做節目 大家都知道 做完年代向前看 當時今天提早錄影 因為有訪問嘉賓 我們提早錄影時間是2點至3點 錄完了,大家走了,都沒有這個消息 走到半島,走了之後走到半島 突然之間手機有些蹦蹦蹦的東西出來 OK 今天presidential alert 就說呢 這個當時在 下午的15點04分 即是3點04分 寫著 15時04分 中國是發射衛星 當時是15點17分 3點17分 3點17分 17分 發佈國家級警暴 說中國在15點04分 發射衛星 飛越南部上空 請民眾注意安全 若發現不明物體 通報警消處理 英文就寫呢 很奇怪 Missile fly over 這個台灣 台灣的territory 然後就說 Be aware 就完了 Be alert Be aware 請知識 請知道 請了解 So what 你了解 了解完 怎樣呢 What is my action item 你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 當時他的發覺上息給大家 很多在台港人群組都討論這個問題 是不是打到來 然後就說 喂 好像很古怪 Missile是說 飛彈 導彈 什麼叫導彈呢 我用聲音 比喻 嘶 砰 這個導彈 就是砰 那才是導彈 如果你搭載 satellite 衛星的火箭 rocket 就 嘶 砰 這個 如果真的要砰 下來 就是這樣 或者升了上天空 上了太空 搭載衛星的火箭 那怎麼可以跟他相提並論呢 Missile is missile OK 所以你說這件事是顯然中英文用詞錯誤的 OK 我第一時間說這個肯定錯誤 我不會問過識非的 國防部做錯的就是做錯 那這件事呢 國防部後來就發出了五點聲明 就告訴大家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避免大家有狐疑 我覺得這件事是好的 看看國防部怎麼說 他的新聞稿呢 就在這個 他率先在一個小時之後發了一次 只是澄清用字錯誤的問題 接著他在晚上8點50分 再發一次新聞稿 他說 針對中共今天 即1月9日 下午發射 長征系列運載火箭 相關的警告訊息發佈狀況 那麼 國防部補充說明如後 1 今天下午3點03分 國防部偵獲 即偵測獲得 中共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發射長征運載火箭 進入 我 即是台灣 咳咳咳咳 台灣的防空識別區 並由台南 經台東 即是貫穿台南和台東 即是飛越過台灣的本島 之後脫離台灣的防空識別區 他考量 其實際飛行路徑 他的實際飛行路徑 和美國聯邦防空管理局 預告給台灣的衛星發射路徑 有所差異 飛行軌跡以上 原先他的路徑 當時美國的聯邦航空管理局 預告給台灣的就是 由西昌經過貴陽等 不肯定 因為這樣出海 福建出海之後 就向著台灣和菲律賓的方向 從海裡出去 巴士海峽出去 大概這樣斷出去 就不會去台灣的本土飛過 但誰知道很奇怪 這一支東西 越看越來偏離開 原先美國聯邦管理局 預告的那個渠道 就向偏北的方向飛 穿越了台南和台東的陸地上空 就在大氣層之上 我相信就是相當高的地方 沒有可能目測到很高的 是目測不到的 不要說有人看到這個東西是騙你 大氣層之上 大氣層之上這個地方 是不是領空呢 是有爭議的 通常是大氣層以下的一定是領空 但涉及到大氣層以上的東西 即是對流層 平流層 再上去變上面的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所謂的領空問題 這個是有爭議 我先不講這個 國際的太空法的問題 這是另一個特別的題目 但是它起碼跨越了 實際上是 台南到台東的這片土地 之後呢 就向東繼續飛行 OK 這個情況呢 就覺得 喂 你突然之間改變方向 飛行軌跡有異常 可能對地面造成風險 台灣的國軍 因為一路做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很多證據 證明它怎樣 因為你一路這樣上去的時候 它會越拋越多東西出去 因為你那個搭載火箭的 搭載衛星的火箭 是有很多層層的燃料 用完之後 騰騰騰騰 那會不會將這些垃圾 放回這個大氣層 甚至沒有陸地 這個擔心 所以可能 對地面造成威脅 台灣的國軍 就運用國家的告警系統 即警告系統 用空中威脅警告 簡訊方式通知 國人去提高警告 它的原因就是這樣 OK 二 中共這次的發射火箭 經監控確認 助推火箭殘骸落區落點 都是在中國境內 並無異常的狀況 我具體可以跟大家說 這支所謂的火箭 由四川的西窗發射 向東南方向飛 飛到貴陽 殘骸落區 大概距離原有的地方 15乘25海里 然後再到湖南的賓州 再有一個殘骸落區 40乘45海里 原先應該要偏 在東南的方向飛 大概向東南偏東的方向飛 於是他基本上跨越了 這個廈門一帶 進入了台灣的防空識別區 然後橫越台灣海峽 飛過台南 台南進 台東出 之後就脫離台灣的防空識別區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是侵入到台灣的防空識別區 領海和領土 OK 這件事 這個台灣軍隊 他絕對有權力 去將他擊落 那為什麼不擊落呢 太高 是沒有 那個物體 造成對台灣本土的威脅 而他 最擔心是 那些東西 不是釘飛艇 是跌一塊東西 那些要摘死人的 這個是小叔 所以大家就記住要望天 不要 就是 那麼大支東西 其實擔心一點 不是 那支東西會下來 一聲 它不是一個火箭頭 應該說它不是一個導彈頭 它是一個火箭頭 火箭頭 就沒有了 就會 整個城市吞撥了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導彈 OK 所以我想這件事 就是大家要搞清楚 這個就是它的orbit 它的軌道 它的軌跡 那麼 三 有關預警訊息 發佈權責 考量這個敵情威脅 為爭取時效 國家級防空警部系統 是由空作部 即是空軍作戰部 指揮官 按國軍突發狀況處置規定 去發佈 相關作業 以國防安全為考量 以專業及權責辦理 不會因政黨政治而受到干擾 那這件很重要 它這個講就是 你不要說任何的政治炒作 no 是軍隊按照它的一般的 自動作業機制去處理 所以它發佈那個詞條 即是那個 關於那個alert 它中文有改道 英文就用template 中英文於是不符 OK 我想這個可能性極大 導致的結果就是什麼呢 被人覺得 喂 你說要missile 飛彈 上面寫什麼呢 衛星 它連火箭都沒有寫 它寫衛星 那麼覺得 哇 衛星就是衛星 飛彈就是飛彈 搞錯呢 不知會講到這一點 是真的有問題 但問題就是 是一個自動發出系統來處理 就是說呢 當它在 戰程分析裡面 有電腦 也都有人 尤其是電腦 分析到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就接觸出一個詞條 由人批評出 第四國防部依法 對任何未經許可 未經許可 申請 而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 和領空的航空實體 都會全程掌握監控 適切應處應對和處理 並於發生異常狀況時 適時公布 是需要啟動空中警告預警系統 讓國人可以同步掌握 第五 對於這次發佈作業期間 英文用字錯誤 表達不夠精準 國防部向大眾自協 將會深入檢討 周然作業的程序 這是國防部的公告 所以他將整個事實 拜給大家聽 好了 做完這件事 我會認為 有幾件事要跟大家說 一 台灣是不斷收到美國的情報的 國防部的公告已經很清楚 即是不斷收到美國的情報 中國在哪個時候 哪一點會發射什麼的事情 其實某程度上這些事情 中共事先也有公布過 通報過很多國家 他不會通報過台灣 因為他不視台灣為國家 美國會知道 美國收到的風 也都會被台灣share 你看看 所以美台之間的軍事合作是無間的 第二 收到這個風 收到這個訊息 那是既定的orbit 台灣是偵測著這個orbit 你繼續沿著這個軌道去做 會不會偏離呢 一又偏離 會有應對措施 這個應對措施 跟選舉無關 是一個既定的方式去應對問題 OK 那既定方式應對問題 是有三種情況 我會和大家特顯 三種情況 是會發佈國家級警暴 即是我們每個人會 手機會收到一個 不是亂down24 好像地震的時候會down你一下 或者說 國家級警暴有危機的時候 當然要有alert 好了 這個alert第一種 是中國或者敵國的發射行為 沒有通報過 但被台灣偵測到具有威脅性 那這個情況 是不是沒有通報過呢 我都說 美國已經告訴大家 你沒有通報 美國收到你的中國通報 而美國之後 向台灣去告知 第二種 第一種不符合 第二種 雖然這個發射行為有通報 但實際上的軌跡 與通報的軌跡有落差 並且具有威脅性 威脅就是 怕它中間有些掉下來 會摘到農田 摘到建築物 摘死人 OK 那這件事是 現在第二種的情況 第三種情況是什麼呢 雖然有通報 軌跡也跟通報的軌道相符 但飛行的過程中 分離物可能脫離軌道 而可能造成威脅 OK 所以我覺得第三種 現在就是不會 因為軌道跟它通報的軌道 不相符 OK 所以是第二種的情況 三種情況 國家都可以發佈 國家級公佈 但重點是 要核定具有威脅性 而這個威脅性的存在 是需要從它發射的物體 是什麼東西 經過軌跡 涉及什麼地方 然後有沒有脫落的危險 等等去研判的 即是譬如說你今天 一個空飄氣球 如果它是間諜氣球 那就另一件事了 所以前幾天 還有一些空飄氣球 飛過台灣的 灰色地帶的一些衝突 認知戰 影響民心 士氣 也都是危害飛航安全 是事實 但是 空飄氣球 會不會對於地方 會有大的襲擊呢 這個地方呢 沒有 但是它是不是間諜氣球呢 現在沒有說到 我呼籲 台灣的軍方 公佈那個間諜氣球 不是只是探測空氣那麼簡單 是氣象那麼簡單 是間諜氣球呢 中國飛過美國的肯定是 而飛過台灣的那些 十成 有成八成都是 所以這點才是重點 我們也呼籲當局要搞清楚 要公佈事實真相給我看 我不想猜猜一下 透明公開最重要 就是蔡英文說的嘛 這個要做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 喂 這個這樣 剛剛講過這個 搭載衛星的火箭 是個什麼呢 不是MISO 所以當時英文中文翻譯的錯誤呢 責任是國旺無 你不要跟我說 這個機器搞的 不關我事 其實不可以這麼說 OK 我也看到黑洪學院有些解釋 我也看到火滾的 我雖然很支持黑洪學院 我先知清明一下 但是 他怎麼解釋呢 他說 MISO的原意 就是 依巡彈道飛行軌跡 只要是呈現 拋物線的飛行軌跡 都可以叫做MISO 這些殺案 我不知道是不是Puma寫的 沈伯楊是誰寫的 那我整個機器 一聲 紙飛機這麼跳來 方展博 在大時代 紙飛機 Paper aeroplane 或者整個機器 彈個自飛機 不是有個 既定軌跡痕跡 那自飛機 叫做MISO 呈現拋物線的飛行軌跡 就叫做MISO 這些殺案 如果這樣說 什麼都是MISO 我扔個刺子 落個刺子 都是MISO 當然不會 我再說一次 MISO是什麼呢 砰 砰 砰 他們叫MISO 大哥 在中文的表述 會將飛行的特徵或方式寫在前面 例如巡翼飛彈 就是指飛行軌跡以平面飛行 但飛行軌跡 呈現拋物線特徵的就是彈道飛彈 但MISO有多種語境 而台灣普遍翻譯為飛彈 反正來說 一般人知道武器再具 所以應該翻譯為彈道飛彈 這是持庫教準的問題 不是持庫教準的問題 是你自己 你這個黑熊學院在文過式飛的問題 寫錯就寫錯了 連國防部都認出錯誤了 那你黑熊學院寫這些做什麼呢 我都沒有必要 寫錯就寫錯 這個是衛星運載火箭 簡稱衛星火箭 OK 這個是怕有沒有不明物體 脫離這個衛星運載火箭脫落 這個就是我們擔心的東西 而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對地面構成的威脅 丟到人的風險 就很嚴峻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知道呢 中國發射時間是15.003分 而國家警報的時間是 台灣希望是15.04分 為什麼會這樣呢 美國先已經告訴台灣 它會發射 一發射 全程偵測著 美國也在配料給台灣 好了 一旦偏離 一偏離的時候 就立即台灣警報就響了 喂 偏離美國報給台灣 知道那個軌道 就要15.04分 要不要自動 那個系統 裝作出來 那問題就是 你裝作出來 你如果 我不相信 那個系統裝作 那個人呢 就不需要你的 全部自動波的 那些這樣的 alert 全部是那個系統 generate出來的 你AI治國嗎 大哥 一定不會這樣 一定有人把關 批准些才出去的 你可能在電光火石之間 很快要看完之後就出 那個人把關不力 導致到產生重大的過失 中英文不對 惹起了恐慌 那你說惹起恐慌 是不是那個人 在政治壓力之下 造成的惹起恐慌呢 你可以有陰謀論這樣說的 但是我覺得查無實證 我會覺得這件事是 似乎是公務員 或者是國軍 本身的一種 不過腦的情況出現的問題 但是這個無傷大雅 明白嗎 這個無傷大雅 那為什麼過去很多衛星和飛彈 經過都沒有預警呢 沒有預警系統呢 因為這些飛行物 或者掉落物 沒有飛到台灣的預警範圍以內 這個最主要原因 那好像前面講過 就是這些預警條件 都是三個條件 是系統設定好的 另外就算只是經過 但最終預估的可能落點 不會進入台灣安全範圍 不管是領海、領土、領空 那電腦都不會觸發預警機制的 所以電腦才要預警 然後之後呢 你的詞條要人批出去 大概是這樣 尤其彈到飛彈是可以預估的 所以相對很估計 推測這次警暴呢 是因為掉落物 有可能會威脅到台灣的領海、領土 和領空其中之一 才會發佈 就是剛剛講 他through台南去台東 是怕掉落物 就是那些abandon的東西 畢竟太空是國際的公共財 如果單純只是經過 就要發佈警暴 那麼大家警暴 真的會收不完 所以我們不會每次都發佈警暴 這個我覺得黑龍學院 說這番說話是對的 另外就有些科普 就是說如果真是飛彈 那怎麼辦呢? 黑龍學院講這個語重心長的 而言以後所指的 他說台灣具備彈道飛彈的攔截能力 無用置疑 例如已經部署的愛國者飛彈 和國產的天弓飛彈 即是說今時今日如果是真正的 missile 而不是這個衛星火箭 那麼台灣有沒有能力去將它擊下來呢? 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反導彈系統 類似薩德級的 類似這個飛無腿導彈級的 人家來就好像呢 很多人看到是那些以色列 鐵窮系統 那時候講過 怎樣去攻擊人家的反導彈系統 我們全世界密度最高的 只要人家攻擊 即刻應戰 那麼這個是絕對有能力 今時今日這個不是 missile 這個是預先通報的一個衛星火箭 OK? 英文用詞不準確 抵打 打就要認 錯就要認 錯就要認 打就要站定 這些真的要 但是今時今日 你說真的有共諜滲透入面嗎? 我想有這樣的回言我覺得是 有可能 但是沒有證據 我不會亂這樣 OK? 蔡英文政府是不是利用這件事 來作出這些所謂的大外宣 就是說呢 搞這些東西出來 專門創造亡國這樣 希望大家知道 1996年 李登輝看到你空包彈那一下 我覺得又不是 幾個證據呢 第一 蔡英文 沒有像李登輝這麼雷 站出來說 這些全部是一些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對我們台灣的民工武嚇 如果我是他 如果我是蔡英文 一定借這件事 真的假的都是好 我會出來講得很清楚 喂 你射這句這樣的東西給我 你不通報我 當我是什麼 當我不是國家 你通報其他國家 你沒有通報我 然後你就是不承認台灣國家地位 就是你要糾二共識一中原則 我們強烈抗議 你因為對台灣不通報 當我們不是國家 這個我要強烈抗議 第二件事 你偏離航 潘離軌道 我們不安全 這個是威脅我們的國際民生 我們的國家安全 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 所以 對於基本人權的危險 我們強烈譴責中共 第三 加入選舉 不是我蔡英文說這番說話 而是 你中國共產黨 對於台灣的民工武嚇 不斷加入選舉 講完了 之後呢 這樣蔡英文 民進黨一定多票 但是蔡英文是一個不做不錯 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的人 是不是 他就是下台 我也這麼說 這個情況導致很多事情 不拖不睡 這個就是他性格導致的一種結局 當飛彈有響警暴的時候 他在哪裡 他在高雄 幫人助選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旁邊 高雄試試把陳其邁給他看 喂 出事 有警暴 蔡英文 因為首先知道 那個是衛星來的 不是飛彈 大家不用擔心 有我在這裡 不用怕 這樣之後就沒事了 所有的事情交給國防部 去做宣導 國防部出完一個新聞稿 又說得不完整 又出第二個新聞稿 接著找一班官員去講 問非所答 我會覺得很漏漏漏漏 就是問你的 你實問虛答 我覺得這件事 不是一件好的事 蔡英文身為三軍統帥 應該一次過 將說話講清楚 我也不會說他立刻 今晚要做這件事 但如果你說一個有違的總統 一定是立即 在今晚內處理問題 不會等到明天的 也不會有國防部講完 就講算數了 怕這些人不可以加入選舉了 不會這樣 你不避嫌 這個為了國家安全 這個是做事方法的不同 但是你說 這件事是不是蔡英文加入選舉 我都沒有這樣 我覺得這個情況 如果真是他要你用這件事 去衝一個違危機禁出來的話 他都在滅火 他就說這件事 沒事的 他是跨過我們 但是呢 我們按照既定程序去做事的 那麼就 這個是一個衛星 就是並不是 這個叫衛星火箭 並不是導彈 所以大家不用怕 大家叫大家不用怕 那後來王國這樣 我覺得是他 一個站出來大力譴責中國 你射什麼不通報我 這樣說話 那才同仇敵蓋 OK 這個是蔡英文的問題 我就是不避嫌地跟大家說 我這件事要說清楚的 OK 我票一員會投賴清德 我先說明 但是這個是 是非對錯真假 我們要搞清楚 好 接著就是說 這個是國民黨 有些什麼應付方法 這個就是特別的 國民黨是很快的 這個就是關鍵 國民黨 有個Facebook人 很快去回應這件事 這個回應方式 我覺得相當可笑 他說 飛彈擾台不示警 即是飛彈擾台 擾台 不示警 不顯示警暴 衛星發射無危害 卻發警暴 他說飛彈 你都不發警暴 你衛星火箭你就發警暴 顯然你想製造危機 想介入選舉 他說 蔡政府 物讓國家級警暴 輪為選舉工具 他這樣寫 看看他的論理是什麼 我剛才講 敲文學院的一堆 對的與不對的 給大家聽 但我先看看 國民黨整套 我告訴你 國民黨整套是垃圾 但我看看 說什麼 他說 根據國家級警暴指出 中國大陸 他寫中國大陸 在今天下午的15點04分發射衛星 已經飛越台灣南部上空 寫上他寫錯了15點03分 國民黨支持的 以國家級警暴通知人民 但應是否造成對台灣危害為標準 否則任意發送警告 國人很難不認為是選舉操作 已經講明給你知道 選舉危害在哪裡 就是中間是掉落物 他說 如同過去 當中共飛彈飛越台灣上空 未發布防空警暴 導致民眾需要通過日本防衛省 才能知道相關資訊 國民黨過去 就被批評給民進黨 要求國防部改正 但不應濫發國家級警暴 此舉不但花費公帑發送 頻繁發送無意義的國家級警暴 更會造成民眾 浪來了的心態 危害我國國防安全 這段事情的最大的問題 在哪裡呢 即是說 以前飛彈沒有發警報 以前飛彈沒有發警報 民眾都不需要依賴日本防衛省 才知道有關資訊 沒有發警報就沒有發警報 那這次怎麼會發警報呢 是有原因的 飛彈的 missile 它中間不會掉東西的 搭載火箭的 搭載衛星的火箭 是中間會脫落一些 它不要的部分的 大家知道這些火箭星空 它一塊一塊地掉下來的 上去很小塊的 OK 怎樣掉那些東西 燃料燒完就掉了 OK 前幾段時間我說過 中國很多的飛彈是灌水的 那麼很多人就說 飛彈灌水你不知道 有些人留言說 那些是H2O水 用氫來造成燃料 做燃燒的 You are right 但 那些不會 那些用氫氣燃燒的火箭 並不是攻打台灣的火箭來的 氫氣燃燒 如果真的用水 裡面的解碼H2O H2 H Hydrogen 去變成一種燃燒的燃料的話 那種的燃燒 是射到太空的 你問一下所有軍事專家都知道 輕所產生的這種飛彈是射到太空的 並不是射到台灣的 因為你控制不到燃燒那個 那個resilience 明白嗎 所以這件事的話 如果你輕 YES 是向太空飛 如果你說火箭軍 不是打太空飛機 是打台灣的話 那種不是輕彈 OK 所以我想大家要搞清楚這件事 OK 好了 回到這個位 那你說 飛彈 飛越台灣上空 為什麼不通報 你的Orbit全程監控 當它真的突然一下罪 就打爆它 OK 你無必要無事生非 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但如果今時今日 是一個火箭 衛星火箭 它會脫落的 會脫落的時候 不是會襲到 由台南到台東 任何一個地方的人 或者財產 土地 電線桿 這個情況 是不是造成一個公共安全 所以叫大家 小心 Watch above your head 所以事實本質不同 Missile is different from 這個 Rocket OK 不同 Satellite rocket is different from A missile 完全不同 所以我想國民黨 你搞清楚 軍事基本的知識先 那 針對這一次 國民黨提出三點質疑 第一 它有質疑第一點 就是說 中共 我等一會 中共發射衛星 對台灣沒有危害 國防部為何發送警暴呢 我就解釋給你知 是不是 衛星和Rocket本身 還要是Rocket的脫落物 OK 那麼它國防部 國民黨就說 2023年下半年 中共發射了七枚衛星 過去都是以對台灣並沒有危害為理由 未發送國家級警暴的 國防部也對這一次的衛星發射並無危害 顯現出矛盾邏輯 再說多次 國防部在今晚八點幾 已經說明這一次衛星火箭是有危害的 國民黨你不要亂屈 OK 他說國防部應該盡快確認發送國家級警暴的標準 不應造成民眾恐慌 我這樣覺得好笑 他列出了很多 有七點出來 即是在去年 2023年 10月5日 一直到12月30日裡面 由西昌 甘肅酒泉 或者是陽江海域 等海南文昌等的地方 發射一些火箭搭載衛星的任務 但你不要忘記 這七種情況 你要給大家更多的資料 就是他有沒有經過台灣的本土上空 這七支的所謂的衛星火箭 是有 對台灣沒有危害 因為他沒有勤人速電力土地道路無害 財產無害 他沒有飛越過台灣的領土上空 他是飛越過防空識別區 或者是領海 但那個情況呢 危害不存在 為什麼這個國民燈不說出來呢 你說這些東西 沒有事實在做正 有很多個factual basis在後面 你不說 你就在這 爬文爬武 所謂何事呢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中共已經先行公告衛星發射資訊 蔡政府為什麼不提前揭露 他有什麼問題 他說中共官方過去已經有揭露 相關衛星的發射資訊 本次愛因斯坦探針 將會在今年1月9日下午3點發射 早已經說了 蔡政府必須說明 為什麼不事先提醒 而事後發送 第一 蔡政府事先從美國方面 已經說明國防部的通告已經說了 收到有關的消息 第二 他沒有事先提醒 按照國民黨的標準 不是每次都提醒一次 這個早已有知 而並不是無知地去發放 這個突然之間 哎呀很神奇 你發光之夜 我第一次認識 不是這樣 他早已知道 不是在警察的時候 陳其邁站在蔡英文旁裡 蔡英文就說不用怕 衛星來的 不是飛彈 有人在這裡 什麼都不用怕 為什麼這麼快作出反應 因為他早知道這一刻 就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那個是衛星 早已知道 既然是這樣 就不提醒 為什麼呢 國防部已經說了 原先預定的軌道 不會經過台灣領土上空 他偏離了軌道 才摘到台南飛去台東 就是那一刻才提醒給大家 今次的情況是一個 突然而來的就是偏離軌道 高於以外 你說2013年10月5日至12月30日 那七次 國民黨列這七次 是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 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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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國民黨還說 未來1月10日至26日期間 都有衛星發射 包括吉林一號 天洲七號 北京環保一號 星時代等不同型號 蔡政府未來 是否都以統一標準發佈防空警報呢 永遠都是同一標準 就是說他要摘到台灣的領空 或者某程度上是對於台灣的人 財產 土地 電力 公共設施 財產 田地 房屋 人命 造成 危害的時候 就會發佈 今次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上面的七次都是好的例子 為什麼不發佈呢 講完呢 這幾次如果他就是偏離軌道的 就出事 就一定發佈 OK 偏離軌道 而對台灣有危害的 就要發佈 接著 國民黨就說 3 蔡政府選舉期間 不應操作恐慌情緒 他說 中國大陸發射衛星飛越 我國南部上空 卻將英文版本警報中的滅成 missile 挫爆衛星當飛彈 這個批評是對的 但是國防部已經自怯了 講錯誤了 黑學院無謂强辯 然後他說 行政院將陳建仁更公開宣稱 飛彈越過台海上空 軍與事實不符 蔡政府應立即檢討防空警報相關流程 我就不知陳建仁講什麼 我不予指評 但重點不是陳建仁 因為真正管國防外交 陳建仁是沒有權力的 真正有說話權力的就是蔡英文 我覺得蔡英文應該公開高調 清楚地指向中國罵 而我再講多次 國民黨不只講這幾番的說法 好像很有道理 實質上沒有道理之後 我再講多一點 蔡國民黨為何不指整篇的東西 寫成幾百字 沒有一句罵過中國共產黨 一句半句都沒有 是罵民進黨政府 一日最壞都是蔡英文 喂 誰在射衛星火箭的 是不是 然後就說 蔡英文在 alert我 擺明就是製造恐慌情緒 希望選舉翻盤 選舉繼續拋離國民黨 陰毒啊你 用這樣的方式來看問題 而不是說 喂 你中國為何要發射這個 威嚇我們的飛彈 同時也檢討了一個人 趙少康 喂 他前幾天才講過 1月13日 希望共產黨 要求共產黨 在這個選前一個禮拜 不要再射東西過來 是嗎 不要再搞些什麼 共機共艦空飄氣球 不要再在海峽中線附近 即是解放軍不要再到海峽中線附近 好了 射了一個飛彈 衛星飛彈出來 趙少康一句都沒有出聲過 趙少康出完聲 叫共產黨不要飛東西過來 之後那天 六個小時之內 共機九架次 共艦四架次 空飄氣球三枚 揣擾台灣防空式地區 和領海領空的範圍 相當可怕 即是換言之 你越講 共產黨越做 人家問趙少康 喂 你講完之後 人家都照做 趙少康怎麼回答 這個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 他說 國台版可能沒那麼快 通知到解放軍 這樣你就可以 第二就是說 至少我敢說 我敢要求 他們個個都不敢說 個個都不敢要求 表達了 但我沒有控制對方怎麼做 你敢說話就行 好了 我問趙少康 現在你敢做 你是否大聲譴責中國 射這個衛星火箭出來 這是我的問題 是嗎 為甚麼要偏離航道 你不是同仇敵蓋的 你不是為台灣好的 是嗎 你是為中國那些東西 哎呀 那隻獅子威嚇 最壞都是你 那些綁匪綁架著你 最壞都是人士 blame the victim 可恥 所以我就說 飄頭國民島 台灣變香港 我廣東話節目 跟在台港人說一次 我在華語節目 日日 禮拜日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日日照講 是嗎 這個是我擅盡 我做一個評論人 已經做過的責任 要成為一個台灣公民 應該要為這個國家 做的一份 責任 我想這一點是重要的 那你希望 今天禮拜六的選舉 平平安安度過 但是我再說多次 不要相信那些假訊息 探尋多方面的資訊 然後去做出一件事 譬如說這件事 我都要沉澱好幾個小時 搜集有關的資料才這樣說 所以每一次做節目 我都是膽戰心境的 同時也要做足準備 才上戰場的 即是我就算在這個地方做 簡簡單單 你以為很輕鬆 不是的 我做節目很認真 我準備時間 多過我講話的時間 雖然現在講了四十幾分鐘 但我都說 這個是重要的 即是很多人不是這樣做 一把嘴巴就吵了 對不對 我就不會這樣做 那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倉博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之外 subscribe YouTube 和Patreon 用少量的金錢 每個月定期贊助Patreon的戶口 好吧 也都希望大家能夠用 Superfans function 贊助本人 功德無量 看完這段片 看完廣告 希望大家 鼎力支持 我們下一節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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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